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房屋面里面 我是王云飞 就在前几天 咱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发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 25吨级的B式膨胀循环轻氧发动机 首次整机热试车 圆满成功了 这个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B式膨胀循环发动机试车 标志是什么 标志是中国重新运载火箭关键技术之一的 重大科研成果取得了突破 对这么一个新的科技成果 今天我们专门请来了 傅前哨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最新的火箭发动机的科研成果 膨胀循环轻轻发动机 首先它这是几个名词组成的 发动机用的燃料是液氢和液氧 对 才能称为氢氧发动机 那么膨胀循环是个什么样概念呢 我理解 应该是在这个液氢液氧燃烧工作之前 首先呢 他们要气化 液体的燃料 先给这个火箭降温 那么降温的过程中 他们本身就是气化了 那么气化就膨胀 膨胀就会产生一定的力 对吧 这个力量带动液氧机旋转 液氧机就给带动燃料棒工作 从而把燃料喷入发动机 然后点火 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它变膨胀的气体 它可以做工 另外比较均匀 喷入发动机之后呢 燃烧也比较充分 因此最终呢 可以达到比冲高 推力大 等于系列的好处 那么如果是仅仅是用时间 你向发动机里喷液氢液氧 它们也会雾化 因为压力小了以后 马上变成雾化 雾化以后 参魂点燃 在这个燃烧过程中 可能有些地方燃烧不完全 产生一些固体颗粒 那么这些固体颗粒 可能是不见得有力了 有害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 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过去呢 比较难突破 尤其是大推力的火箭 你像25吨应该是一个 中等推力的火箭发动机了 让它能够正常的燃烧工作 可能比较困难 另外呢 这样的发动机 有可能就是 它能够多次 点火起动使用 这也有利于航天器 或者是运载火箭 所以它是说 这是上面级火箭发动机 所谓上面级 就是在第一级以上的 二级三级推进的那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要求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载空时间比较长 有可能多次点火 还可以变轨 所以这个发动机要求 肯定就是高了 而且推力有这么大 听说这个发动机 它的重要意义在哪呢 这是载人登月的 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 说是用在中国 长征九号火箭发动机上面了 这个长征九号 这是未来载人登月工程的 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 如果这个火箭不出来 载人登月了 你就成功不了 应该它的个头 这个起飞重量 最大推力 都远远超过 我们现在最大的运载火箭 而且听说 这个发动机研制成功之后 不光是载人登月 像中国现在正在研制的 所谓的重型的卫星百度车 金星着落器 未来的火星着落器 等等等等 这些火箭的上面级 都得用到这个火箭发动机 它的优点我理解 可能应该是一个是吹力辣 因为上面级已经出了大气层了 或者是在大气层边缘 它和后面的下面级已经分离了 分离以后 在空间运行算下 你还得什么变轨 或者是像一些距离我们很远的星球飞行 还需要有相应的动力 来不断的加速我们的航天器 而且在整个工作过程中 它既需要连续的推进 同时也需要多次点火 在需要的时候 再给航天器进行加速 变轨的控制 可以说这项技术 对我们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 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重型火箭发动机研制成功之后 经专家们说 说中国航天再也没有心脏病的隐患了 另外还有三款发动机相关的也研制成功了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科技成果 好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防火面里面 下一期我们再见 by bwd6